各位你好,我是心齋,一念不生,蔓延放下 回顾穷查理的普通常識,影響我的三大觀念 解讀蒙革應對變局的智者之道 我想令你知道的是 巴菲特說如果要找個合夥人,首先要找個比你更聰明、更有智慧的人 再來,當你犯下損失慘重的錯誤的時候 他既不會事後諸葛,也不會生你的氣 他還應該是個慷慨大方的人,會投入自己的錢 並努力為你工作,而不計報酬 最後在劫伴同行的漫漫長路上,這位夥伴還能不斷給你帶來快樂 而查理蒙革,恰好就是這樣的人 讀查理蒙革的窮查理的普通常識 讀的當下沒有太多的情緒起伏 沒有太多的腦洞大開,比較帶著一種學習的心 想進一步認識這位低調的不菲特合夥人 對我來說,最印象深刻裡頭提到的這句話 總會有人在某些方面給你優勢 你必須先成為下屬,然後才能夠成為領導 我們從小學到的大多數都是怎樣贏過別人 將自己能力練得很強,想辦法約遷到更高的位置 不想只是當個乖乖做事的執行者 俗稱小螺絲釘 以細細品味這句話,經驗的累積,額外重要 過往成功的里程碑,倘若自己不知道是怎樣做到 只是僥倖運氣好的話,那些沒踩過的坑 反倒會在將來用不同的形式帶回來給你 不菲特說,如果要找個合夥人 首先要找個比你更聰明、更有智慧的人 再來,當你犯下損失慘重的錯誤的時候 他既不會事後諸葛,也不會生你的氣 他還應該是個慷慨大方的人 會投入自己的錢,並努力為你工作,而不計報酬 最後在結伴同行的漫漫長路上 這位夥伴還能不斷帶給你快樂 而查理蒙格恰好就是這樣的人 他讓我深刻感受到掌握人性漏洞 持續突破並擴大自己的能力圈 是我們在追求更好的道路上 並必須銘記在深的底層邏輯 將我整理了窮查理普通常識當中 幾個影響我好心的觀念,也希望對你有所啟發 從逆向開始認清別做什麼事 先弄清楚應該不要做什麼事 然後先考慮要採取的行動 如果要明白人生如何得到幸福 蒙格首先研究人生如何才能變得痛苦 要研究企業如何做強做大 蒙格首先研究企業如何衰敗 大部分人更關心如何在股市投資上成功 蒙格最關心的是為什麼在股市上大部分人都失敗 我們總是計算太多,思考太少 又或者假裝我們什麼都懂 人生的鐵律就是 只要做好準備在人生中抓住幾個機會 迅速採取適當的行動 去做簡單而合乎邏輯的事 這一輩子就能得到很大的財富 但這種機會很少 通常屬於不斷尋找和等待 充滿求之慾望 而又熱衷分析各種不同變數的人 複雜不代表簡化到不能再生 介紹新觀念不難 難的是清除舊觀念 海恩師 第二,螞蟻的大腦有一種簡單的行為程式 引導它們在行進時跟著前方的同伴走 如果將行進中的螞蟻弄成圓圈 它們有時會不停走下去直至死亡為止 雖然說化繁為簡,由於存在很多過度簡化的思維程式 人類大腦的運轉必定和螞蟻一樣,時時出現問題 這就是我們追求理性和簡約時常出現的物理學純敗 人類往往喜歡將非常複雜的系統 譬如經濟學簡化為幾度牛敦公式 正反兩面都要考慮到 避免因為過去的成功而做蠢事的破解對策 是謹慎審視以往的每次成功 找出成功的偶然因素 以免受這些因素誤導 進而誇大新計劃成功的機率 再來看看新的行動計劃中 將會遇到哪些在以往成功經驗中沒有出現的風險 高明的喬牌,莊家會想 我要怎樣才能找到好牌 但他們也會反過來想 犯哪些錯誤會導致我手裡全部都是爛牌 這兩種思考方式都很有用 所以若想在人生的賭局中獲勝 應該掌握各種必要的模型 然後反覆思考 蒙格在意的並不是他本人能不能贏牌 而是能不能把手上的牌打好 儘管在蒙格和北非特的世界中 糟糕的結果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有些結果並不在他們掌握之中 但準備不足和闖撫決策是不能原諒的 因為這些因素是可以控制的 思考不要只局限是一種套路 使用工具的人應該了解工具的局限 同理 一個使用認知工具的人也應該了解他的局限 無論你怎樣聰明 總有一些更聰明的人 如果他真的想騙你們 你們就會上當 人類的感知器官有時候會短路 人類的知覺系統清楚證實 大腦的確失靈 人是很容易受到輿論的 無論是人類精心計劃的騙局 還是偶然出現的環境因素 或人們刻意習得有效的控制術 都很容易令人上當 導致這種結果的原因之一 是人類感知中的微量效應 如果刺激被維持在一定水準之下 便察覺不到它的存在 即使在所知覺時 人類的大腦也會錯估感知的東西 因為大腦只能感知到明顯對比 無法像科學儀器那樣精密地感知到變化 與飛行員學嚴謹的思考架構 飛行員的訓練是依照一個嚴格的六個要素系統進行的 六種要素包括 第一、全面性知識、給予全面知識 足以涵蓋及應用在飛行中所需的一切 第二、深度應用將這些知識通通嫁給他 不是為了令他能通過一兩次的考試 而是為了讓他熟練的應用這些知識 甚至能同時處理兩三種相互交織的複雜危險狀況 第三、思維要靈活,就好像優秀的代數數學家 要學會有時採用正向思維,有時採用逆向思維 這樣他就能明白什麼時候應該將注意力放在想要做的事 什麼時候又該放在想要避免的情況 第四、專業訓練 他必須接受各門學科的訓練 將未來因為錯誤操作造成損失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最重要的操作步驟 必須用嚴格的訓練達到最高的掌控水準 第五、檢查再檢查 他必須養成核對檢查清單的習慣 第六、持續學習 在接受最初的訓練之後 他必須常規性地保持對這些知識的掌握 以免那些應付罕見重要問題的知識 因為長期不用而生疏 要得到你想要的東西 最可靠的辦法是要讓自己配得上擁有它 查理蒙格說 他說他認識的聰明人沒有不大量閱讀 但只靠閱讀是不夠的 必須擁有一種能掌握概念和做合理事情的性格 因為蒙格這樣的想法 加深了我主動閱讀 接觸和嘗試過去從未想過的事物 持續提升自己的思維、維度和格局的決心 亦希望我們都可以一起成長不停滯 多謝大家收聽 我是心齋 隨遇而安 隨緣自在 大家喜歡的話請點讚、分享和訂閱全部 拜拜